为什么我们要照顾啥子病人 和平医院N4号和平医院的封院 对于和平医院 暂时关系 全面 和平医院西区医部行政人员 全数据 走出和平医院大门口的送出 就受到藏边的人 没有消毒 已经难受到还糟糕 这什么事件嘛 这也是和平医院封院之后 送出的第二剧品 尽管死亡消息不断传出 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为防治SARS尽一分力 这不重要 你做这干嘛 那这一路上来十几年 都是这样 大家都是告诉你这样的声音 你做这个没有用 你去做跟鸡的狗的可能还比较有用 疫苗药物的研发 如果找个五年十年 基本上它就可以完整 所以当三级警戒人 那全世界很多人 因为COVID-19的疾病而失去生命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相当的可惜 研究冠状病毒主要是从2003年SARS那时候爆发的时候 那我在中央研究院就参与相关研究团队 来积极进行冠状病毒的药物开发 病毒事实上不断地会在突变 那突变之后像SARS冠状病毒 它可能之后也会再突变 所以基于这样的信念 我认为病毒会不断地突变之下 哪一天它对人体一定会再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某一个场合在中国被邀请去做相关的演讲 在演讲的过程为了引起他们的目光说 这个药物开发不一定要做在用在人的身上 它也许可以用在猪的身上或鸡的身上 当时的心态是为了包装 让别人有兴趣 那你说做人的抗冠状病毒药物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个是重要或必要要做的 做冠状病毒在台湾实际上是相当不热门 找寻这个合作者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任务 那当时呢只有一位爱药华大学的Stanley Permian教授 他给我的回复 那他是美国这方面冠状病毒的权威 当时呢就帮我的药物做了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测试 发现事实上是有效的 14年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美国的重要的医药化学期刊 发表了一篇论文 去证明冠状病毒里面的合核蛋白 是一个可以作为药物开发的标的 那MERS爆发的时候呢 尤其在韩国引起恐慌的时候 我们就向全世界的期刊来投稿 可是因为COVID-19那时候还没爆发 其实很多的期刊 基本上他认为你这个研究也不是重要的 所以呢一直的被拒绝被拒绝 我告诉自己 会不会这一篇是我冠状病毒的一个关门之战 也许之后就不知道再做 那这一路上来是几年 都是这样 大家都是告诉我这样的生意 非常少数来支持你 做这个没有用 你去做跟鸡的狗的可能还比较有用 那这样的话也会让你觉得 其实虽然是很丧志 可是就凭着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信念 哪一天我认为 我觉得我会等到他 本土新增确诊人数据高不下 新增将近300例 但更可怕的是死亡再创新高 研讨也没有看到他有往下的一个趋势 说真的被拒绝了很多次 可是越挫越勇 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 它爆发了 我们期刊很快的迅速的被 美国那个重要的医药化学期刊给接受了 他也把我们的论文呢 登为这个当期的这个封面 来介绍合格蛋白是一个重要药物开发的一个标的 这个论文呢 已经被全世界看了大概一两万次的次数 那也是获得相当重要的这个重视 那疫苗药物的研发 事实上不是在短时间一两年之间就可以完成 所以呢当三级警戒人 那全世界很多人因为冠状病毒的这个疾病 COVID-19的疾病而失去生命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相当的可惜 药物开发事实上是像接力赛一样 自己没办法跑到终点 可是一棒接一棒 我相信这些研究对于未来在做药物开发 或这个疫苗开发 对抗冠状病毒这件事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长久之际 而且是对全世界是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